首先我想要感谢每一个愿意花时间写温暖的信息关心我的每一个人 我的心情很沉重所以还没有一一回复 我想先让你们知道也许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谢谢你们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 这个是李静磊真的揭示王力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开头 就这一封长线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音乐才子 到底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与之对比的是前几天那个王力宏发的 说到静磊和我的私生活很简单很单纯 所以不会再回应任何媒体 在这些年的婚姻当中我做的不足的地方太多了 也感到很遗憾 现在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方式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规划 所以决定分开生活 虽然已提出申请 但是我们永远会是一家人 恳求外界给予隐私于空间 不要打扰家人 谢谢大家关心 这个是王力宏自己发的一个声明和公告吧算是 当时很多人我记得在下面评论吗 说像好聚好散呢 说音乐才子这个最终被离婚呢 很多人是站在王力宏那边的 但是的 但是在李静磊发出这篇长文的控诉吧 只能说是控诉 揭露了王力宏这个生活有多么不检点 而且这个他不是说一个两个的是吧 像有可能招机啊 像这些反正婚前出轨啊 婚内出轨啊 这些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 这些已经是法律问题了 所以说坐实的话 他劣迹一人是没有跑了 那我接下来这几期视频就先从解读 李静磊这几篇长文开始 因为文章比较长 所以说呢 分成做几期 欢迎大家每一期都过来看一看 也欢迎有什么想说的 在下面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 写这封信是我做过最困难的决定 人生真的不容易 我想也只有这样勇于坦诚的同时 一切才能归零 我们才才能有各自重生的机会 也希望我的分享 能带给深陷其中的你 或是即将踏入这个旅程的你 一些省思 这个其实这个你不是说的别人了 就是说的王力宏 就本来吧 我们以为王力宏是一个什么人啊 就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就是有音乐才能 而且口才也很好 然后像这个还是一个外国大学的这个毕业生 是吧 包括智商啊 什么的都很高 可是我都没想到啊 可能是这个高知层面的这些人的一个通病吗 包括像之前的杰夫贝勒斯 就是亚马逊的那个头头 还有比尔盖茨 都是有钱人 当然了 这些人比王力宏更加的有钱 是吧 有钱的多的多 私生活真的是有点乱 像从第一段的这个感谢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 现在李静磊真的是比较绝望 我也相信这篇文章是李静磊 真的是在绝望之后的 没有办法了 就包括像之前签的这些婚前协定 还有这个婚后的这些分的财产也好 或者说是婚内的这个相处待遇也好 陪着这样一个人渣过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真是辛苦他了 踏入婚姻的时候 我以为我们一辈子就会是一家人了 所以我全心全意的为我们家庭付出我的所有 因为你比我大十岁 又很希望有很多孩子 一胎接一胎不停的催生 所有放弃工作和自己自己个人的人生 一切以你和孩子为中心 我们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结婚 结婚应该是八年吧 生了三个孩子 然后基本上是什么情况 生完大女儿 然后二女儿在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也生出来了 就相当于是什么样 生完大女儿之后有一个短三的哺乳期 就大概可能一年吧 然后就直接就进入了下一波怀孕 这个对于这个女性来讲真的是太残忍了 我又不知道这个王力宏这个恋意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昨天我在视频里分析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王力宏 要到儿子之后就和李静磊离得婚 而不是网上所传的任何离婚的方式 包括像二女儿出生之后是吧 还没有到两年 这个第三个孩子小儿子也就出生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 连不如期家备孕还不足一年 而且像今年的话是他这个小儿子基本上三周岁了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女性和孩子这个养育上面呢 所有的公认就是三年就是三岁之前 孩子三岁之前跟妈妈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年他提出来离婚的一个原因 或者说李静磊也真的是受不了他了 我们结婚大部分时间 我不是在备孕 怀孕就是在产后哺乳与儿 过程中身心都经历了很多变化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面对的 当然了 我自己也喜欢孩子也是我自己答应要生的 但如果我当初知道我生完这三个孩子 你就会因为想过单身的生活而离开我们的家 我会需要我会需要自己过着伪单亲的日子 带大三个孩子 我是不会答应的 生过孩子 以及看自己老婆生过孩子的这个男人都知道 八年生三个孩子 对于女性来讲 她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学医的朋友跟我说过 基本上这个女性生完孩子 可能生完一个孩子 身体机能就能退化个八九年甚至十年 所以说很长时间 你像这些幼儿胎的 基本上都中间跨了很多年 就是让这个身体有一个恢复期 而像王林宏这种 现在看来真的是劣迹一人吧 这个劣迹一人 然后我让他不停的生 不停的生 就是为了生这个儿子 然后下接下来就是你也很清楚知道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 让我的孩子能在一个完整有爱的家庭长大 但我没有后悔 因为我们三个孩子是man everything 是上帝最大的恩典 现在只能这么说了 你让李经磊怎么说呀 一直控诉你你的罪行 现在李经磊面对的是什么 你看这三个孩子其实年龄都不大 都是几岁的 像小儿子就三岁多 这时候他本来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去补育这三个孩子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 如果对你这样的渣男 真的是渣男去一直隐忍的话 你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收敛 反而会因为李经磊的放肆 对你的放肆 是吧 让你更加的去放肆 所以李经磊来讲 现在来看的话 对于三个孩子最大的保护 就是和你离婚 隐忍是对他自己特别大的伤害 以及对三个孩子最大的伤害 我们都知道李经磊也出生在一个 非常好的家庭里边 包括自己的学历 也就是也是民校研究生毕业 包括像他的家事 你们两个据传是视角 证明你家条件不差 人家家条件也不差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李经磊在这第一方信吧 表达的其实真的是对于你这个渣男 首先来讲是绝望 然后是无奈 最后才是对你些许的恨 在这第一方信里边 你们说呢 当然了 我会在接下来 这一共相当于八方信吧 我会再做成这几个系列 欢迎大家在下面讨论 我会在这第一方信里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